从来没有被Denite说过谢谢 要谢谢Denite一年多的陪伴 因为我们的那种彼此的陪伴 或者就是支撑也好 就是平常一点一滴的 感受到大家有彼此依靠的感觉 然后很温暖 所以可能应该是一个温暖的爱心 其实我是一个就是不太会讲话的人 我很多话不说 是在等着你们说 像是回忆 像是 不知道 真不知道 还是好想哭 不管是有没有人看的舞台 或者是有没有光的舞台 就是因为其实 对于我们来讲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很幸运的 我真的是Denite的粉丝 我不骗你们 我就一直安利给我的朋友 对于我来说 Denite可能是我的开始 可能是我人生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是不可缺失的一部分 如果没有成为De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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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做什么 如果没有成为Denite 我在做什么 还在跳舞吗 还在练习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是因为我相信我会成为Denite的一员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Denite这个名字 不是为了让某件事情发生而努力 是因为我相信它会实现 它才会实现 是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 就像是因为Denite 我成为了我自己 我 遇见了你 因为Denite 因为Denite 我们抵达了这里 因为Denite 我们抵达了这里 不是终点 不是终点 这是旅程的一部分 新世界的地平线 就在我们的眼前 因为身边有你 因为身边有你 我才看得到这些风景 嘿 我不是来告别的 我是来邀请你 一起继续旅行 我是Denite 路克兰 我是Denite的空旋 我是Denite赵小棠 我是Denite安琪 我是Denite谢克尹 我是Denite的语言 我是Denite的Picky徐佳琪 我是Denite虞书欣 我是Denite刘雨昕 因为Denite 我成为了更勇敢的自己 我成为了更丰富的我自己 我成为了更放松自由的自己 变成了更不一样的我自己 更像我自己的鞋壳影 我成为了更对别人需要的自己 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我成为了更自信的自己 我成为了更勇敢 更自信的自己 十年后的我在做什么 十年后的我们 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Denite 我遇见了你 我成为了得 and known 我成为了个人 我成为了得这样子 是什么事 我成为了个人